嗨,同學們好,我是逐科時鐘的齊薇老師 今天要按大家分享如何有效率的複習學測物理範圍 讓同學們在有限的時間內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 首先同學們可以選擇一本自己喜歡的複習講義 譬如說像香吉士學測複習講義 本書依照課綱的內容分成六個單元 每個單元又依照課程內容分成三到九個焦點 共有三十個焦點 每個焦點後面有兩道個對應的範例與類題 讓同學們看完觀念後可以馬上練習 同學們可以利用暑假期間完整複習一次 或者在開學之後針對比較不熟悉的焦點 再看第二次或第三次 在每個焦點的後面都有滿滿的練習題目 從基本題到進階題 接著是學測歷屆式題與素養題的部分 讓同學們能夠循序漸進 熟練不同類型的題目 同學們在練習時不要只挑單選題做練習 因為手寫題、繪圖題的部分也是目前學測的趨勢 那老師寫的解析也相當完整 有不少文字的敘述 讓同學們在看解析時 同時也可以加強不熟悉的概念 最後來分享一下 將其是學測物理複習講義的特色 在每個單元的最前面 都有複習前哨戰 讓同學們快速了解整個物理的架構 與彼此的關聯 重點概念的部分 大多用圖表歸納的方式整合 可以讓同學們以高效率的方式複習物理概念 例如同學們最害怕的科學史 老師按照物理的領域分類 並按照年代排序 可以讓同學們快速了解科學的發展順序 別小看這兩頁 在111與112學冊 都考了一題科學家 以他們的貢獻 此外 香吉士提供獨家的動畫輔助 同學們可以掃一下圖片旁邊的QR Code 就能夠讓複習講義上的圖動起來 加深同學們的印象 也更容易理解物理概念 好久成功底 老師這裡強力推薦 使用香吉士隨書附贈的 探究素養混合題本 這本題本包含了七大組 內容包含 探究實作 閱讀理解 圖表探讀 資料分析 如其推論時事議題以及跨科議題 每個主題的開始都有解題關鍵 能夠幫助同學快速掌握解題技巧 每個主題都有三個題組 而每個題組都是跨科單元的題目 同學們可以利用一些瑣碎的時間 練習這些有趣的素養混合題 希望香吉士學測物理復習講義 能夠有效率的幫助同學復習物理 提升素養能力 並讓同學在學測的自然科上取得好成績 按讀書 那是